祝福你 在每一天旅 處處充滿歡喜 好開心 共你好自己 時時笑開眉 衝心祝福你 永遠祝福你 達到真善美 Oh 新年進步 各位上星和太陽的射手座有叫人馬座的朋友們 在這裏祝大家如意吉祥 身體健康 最緊要是這年真的要身體健康 不要糟糕了 好 經常都要烏鴉口說些壞事 Anyways 在這個農曆正月 各位的運勢會如何呢? 自身整體那裏 其實會有很多心理上的憂慮 困惑 我不知道關不關星象事 其實不是不知道關不關星象事 其實是關星象事 因為牧星現在是很孤獨地在一個失勢的摩托座 香港人又叫山羊座 落陷 然後它沒有跟其他恆星有任何交流 所以很孤獨 不過我有一個小小的宣佈 因為從今期開始 每期最後六個星座 我投出的六個星座 就是由水平去到巨蟹 然後最後六個就是由獅子 去到我們下一個摩托座 最後六個星座 我就不會去顯示星圖 去做那些教學性分析了 因為收到一些客人的反應 原來有時候他們 因為他們根本就完全不懂得沾聲 他們又沒有說要特別去學 所以我覺得減散功夫 但是又不會全部說一次過不做 那就頭六個就做 有緣沒看到 如果後六個不是說永遠都不做 那你們輪 一直輪一下輪一下 之後就會有那些分析了 即是有那個星圖去看 這件事其實是可以減散我的功夫和時間的 但是剛剛我也說了 因為牧星那個上榮 所以其實各位射手 又叫人馬的朋友 算了以後叫射手 我們就會比較有一個疏離的感覺 加上這次就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是不是一連之計在於春 所以其實我們會很容易去逼在一邊 去想一下 去想一下我們接下來的道路 人生的大致 來著一些長遠的目標 我們會很容易去設定的 但是其實我們有一個交友運的 交際運的 有時真的不妨見一下朋友 真是新年流流那麼接 都不是那麼好的一件事 跟大家的朋友去brainstorm一下 去分享一下 或者他們又會給到一些點知你 是不是 但是總之無論如何 其實我們那個心裏面 都是比較多 一些複雜的情緒 很波動 有些擔憂 有定一個心理準備 接下來會有很多 暗暗的的憂慮 這些憂慮是來自我們人生 去做出一個長遠的打算 所以其實不是一個壞事 因為居安施毅 是不是 接下來大家會有一種居安施毅的感覺 在這個農曆正月裏面 C الم探索 因為剛才的試過衛生